经历过这个事之后 我觉得我不想 过跟以前重复的东西了 对 所以去北京 我觉得还是有原因的 当然有原因 你知道我在那之前 都没有想过要写歌这件事 因为我以前是弹吉他的嘛 别人写好我来弹 对 我不是不是 我的梦想就是 我做一个吉他大事 原来你是要当吉他大事的 对 我的梦想就是 要做一个吉他大事 平常讲 我上次在京剧场看你表演 你可以当吉他大事 没有 不行 真的很厉害 不会 不会 谢谢 我看完你表演 在京剧场表演 我看完你的时候 杨琛琳正好来上我节目 我跟他说 他怎么这么厉害 他吉他弹得好 他说难了 他客气了 突然客气起来 突然客气起来 先笑了 先笑 好有意思 其实那才是你真正的往 因为一年的时间 让你没事就写歌嘛 就是出院之后忽然一下 有一个契机吧 就是家里忽然 那时候刚刚有电脑 可以买到钱 因为以前那个小时候家里面穷 就买不起电脑吧 电脑都是在那个网吧里面 对 才有的 才有的 对 家里不可能有电脑 那时候家里买了一台电脑 就觉得好吧 你妈想买了电脑 别再出去了 没办法出去了 那个时候坐轮椅 对 后来就 刚刚有了电脑之后 我就开始学那些软件 那些什么Protos 那些 就开始学编曲这个东西 对 知道编曲 我为什么要学编曲呢 因为我以前弹吉他的时候 没人给我伴奏 对 对 我想学那个编曲 可以帮我伴奏的 结果到后来 好像可以写歌唱歌 就开始慢慢的写歌了 所以阿弥老师 这个李文浩不是一夜成名 这是从一点点摸出来了 他很有恒心 就是那个求知欲 还有他本身的那个 还有就是一年不能动 本身很咸 本身又很咸 你知道有的时候 好的编剧还是什么 就是穷 又穷又咸就容易出来 好多作品 对 又咸又穷 这个还是要有真本事 要有真本事 平常讲 我觉得那个四年的double bass 还是给他很多的 那当然是 很坦 那一定有那个天分 一定存在 对 所以人家说 李荣浩从哪来的 我就从那一点一滴来的 我觉得我还算比较幸运的 对 你很快就 对 我说实话 真正的就助理的工作 我就没有做过 我就一直帮别人写歌 一直帮别人写歌 写写写写 忽然有一天 有一个 我当时 我到现在觉得他是 超级明星的一个人 我跟很多人说 他就跟我大哥一样 他叫陈坤 陈坤 陈坤当时就说 这个小孩写歌不错 你把他叫过来 我第一次见到明星 这是你第一个 第一次看到明星 对 我以前只给明星写歌 我没见过明星 没见过明星 对 因为有网嘛 传过去给他就网 传过去就给 对 陈坤就来说 我觉得你想法挺好的 你做专题制作人吧 我当时就 第一个贵人 惊讶了 很惊讶 非常惊讶 我觉得 怎么就完了 对 那时候就很年轻 我没有什么经验 但他也觉得经验没关系 没关系 对 咱们一起来这个 对 一起弄 然后后来就一直跟他合作下去 一直非常帮我 很挺我 直到我发第一张专辑 没有人知道李永浩是谁的时候 他还主动说 那个 他说 李永浩我帮你唱一首歌 我们合唱一首歌 对 所以我后来跟他唱一首歌 叫演员和歌手 演员和歌手 真的 和我写的 但因为他也是歌手 对 所以我们俩就合唱那首歌 他一直很挺我 所以陈坤是你第一个贵人 对 真正的贵人 其实我觉得人生在这个路途上 贵人很重要 机缘很重要 然后时间 天时地利人和 缺一不可 缺一不可 你说2004年那一年 如果没报金曲奖 就没有今天的李永浩 当然有了 可能就不一样的路数了 是 是不是 就 我是画家里人 是 我说你也许不是这一张专辑 也许是另外一张专辑 但是不是这一张专辑 你就不会这样到台湾来 在台湾出这么多片 你就不会认识杨琛琳 对 确实是 这很重要吧 很重要 你那个强吻他会不会太用力了 当时就没想那么多 因为之前说实话我 都很低调 对 因为之前在去那里之前呢 站在那个台上之前 我是有想过 我有大概跟他说过一下 我说我们在台上 我就不要有太多的互动 我们就两个人 我就唱你的歌 你把你的歌唱好 你好好的唱 我还跟他说 我叫我的调音师帮你调成怎么样啊 什么的 就聊的全是一些专业的废话 你知道吗 对 然后后来我说 我就好好帮你谈 好好好就谈 结果上了 我都没想到他会走过来 对 然后他走过来的时候 我觉得 我就忍不住了 可能是这样一个心理的OS 心理的OS 我觉得 那一文是让全台湾 或者很多人都觉得 因为很多男生很爱一个女生 就有偶包嘛 或者觉得说 哎呀这是在演唱会 我别 我不要那么公开 其实我觉得我们女孩子 或者我们就是 我们旁边人看 一个男人爱一个女人 就应该大大方方的 对不对 是爱就是爱 是 是不是 来加油 谢谢 第一次的掌声是为了我的爱 没有 我那时候说 在台湾他是不是就交了一个朋友 叫杨晨霖 他说不是 他还有一个朋友 那那个朋友我也想不透 他怎么会成为你的朋友 你说那个 马斯卡 对对对 对 马斯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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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我们来欢迎马斯卡 他又来 我的妈 又来 没来吧 有有 哈哈 嘿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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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俩是个组合是不是 我们俩是个组合 你们俩是个组合 你们俩胖有风情 因为你不来出片 他也没机会找到你的现在 是吗 是不是 我去让人家问他买台琴的事情 发微信 对呀 哎呀 你们两个是怎么怎么怎么会 怎么管在一起的 也是音乐上面的 也是音乐上面搞在一起 所以音乐多少有一点点关系 音乐多少有一点点关系 但很重要的是 来来来来做 这个来台湾这么多 当然有了女的朋友 男的朋友也很难交了 不过 Mazka是很特别的一个人 你想得 你们都聊些什么呢 我们都聊些什么 我们都聊些 怎么说 我觉得比较奇怪的话题 真的很奇怪 上一次有时候说 我们在聊外太空嘛 对 黑洞然后聊聊 后来我们两个都挺灰心的嘛 就没那么去外太空 人家都已经上外太空 我们还在做音乐 搞什么 Mazka在家里 其实妈妈也很会唱 我知道 我见过妈妈 见过妈妈 好棒的一个女 好棒的一个 这个我想跟你的妈 应该不一样的 我妈也蛮很的 我妈在管我方面 确实是蛮狠的 真的哦 对对对 华人可以去 手去一指的 真的 那妈妈 你觉得李荣浩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什么样的人哦 嗯 好好说啊 好好说啊 干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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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 不会有什么危险 其实 她是蛮有预期的 蛮想预期的 我感觉上 你感觉上 应该这么说了 你还没有试过她有没有 她也很细心嘛 我觉得她有细心 很细心哦 做音乐的人应该是 有很多的 感情是很多面 只是说 你说她那个情感 要不要放出来给你 对不对 她是一个 愿意掏心 对 很放了 很放了 放了放了 不好意思 我下次修一点 像这 放了放了 酒量好吗 差不多了 差不多 差不多 前些年 确实感觉挺能喝 但这几年一直在巡演 就喝完了 那确实嗓子会不太舒服 嗓子会受影 慢慢就不喝酒了 有一段时间 连那个烟都戒了 对 这是 向你戒烟说再见的意思 对 我这样专辑 这样才打的歌就要戒烟 戒烟是不是 对对对 女朋友还是蛮凶的 女朋友 还是不凶不凶的 她不喜欢你抽烟吗 她还好 她真的还好 真的还好 真的还好 她的叫鑫哥嘛 鑫哥 你都有听吗 没有到完全吧 好 我们来看一下好不好 我们首先来看一个裙子 来 谢谢 先生唱的戏 身后的功底 用一套轻衣 创一个实际 先生唱的戏 现在和过去 传统的东西 是一种鼓励 你喜欢那个音乐吗 喜欢 没有这个人吗 喜欢 更喜欢 没有 她真的是还蛮好笑的 她蛮好笑 我觉得她很好笑 幽默的一个人 但是她讲笑话的方式 不是那种 你一下子就 啪 就会笑的 这是你 大概想一下就挺好笑 对我来说 要想一下 对 经常从我家走了 大概两三天之后 开始给我打电话 好 开始笑的 你们有没有想到是你的问题 好 我再想 你们这样讲完一个 一个是李荣浩讲的笑话 蛮冷 另外一个就是 马兹卡的 比较慢 好不好 你比较慢 对不对 讲的时候可能有点喝了 两天以后醒了以后才觉得比较好笑 是不是 很好笑 有没有道理 有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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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刚刚这一首是请子 好 另外有一首是叫做歌谣 这一个专辑 这首歌你是要献给在外打拼的人 对不对 对 来 没关系 我们来看看歌谣 这像那儿的歌谣 对我还像是一种依靠啊 陪伴我多少次艰难 彩虹多绚烂 绚烂的多平凡 画面里的一样的好看 这像那儿的歌谣 对我来讲是一种好 是我最弯强的一家 每一次我感到聚散就像几个样 这样就会看到原来的模样 好 这张专辑当中的歌谣 还有另外一首就这样 就这样 就这样是我第一次跟那个 诗仁程老师合作的一首歌 我觉得他 我觉得诗写得非常好 这名字是他起的 对感觉上是一个 我觉得就这样可以包含所有的意思 不管任何情绪都可以用就这样来修为 或者开始都可以 所以很复杂的一首歌 很复杂 但又很简单 因为很常用 可是你首歌不容易唱了 很难唱 你要让很多人在KTV又唱破嗓 对非常难唱 就是我后来 我也觉得自己Key定得太高了 所以 我在想一下 这样都要出一个低Key版的 所以大家降两到三个Key在唱 就这样 搞不好唱出另外一种感觉 就这样吧 降两个Key 对 就这样 另外一首很炫的歌 比较不像 这个刘浩看起来 这个非常的这个 有那个model的感觉 我们来看一下 嗯 嘿嘿 花酒的泪和中口味 笑一个都不对 啊啊啊啊啊 刚过十八岁 啊啊啊啊啊 所以你不配 啊啊啊啊啊 刚过十八岁 啊啊啊啊啊啊 啊啊啊啊啊 刚过十八岁 啊啊啊啊啊啊啊 所以我不配 啊啊啊啊啊啊啊 刚过十八岁 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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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也不容易唱啊 这首歌好多了 这首歌比较这样 这首歌好多了 这首歌就是比较 我觉得算比较很好唱的 你 你喜欢哪一首 嗯 嗯 嗯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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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难跟人家这个 啊 这个讲话 你这回要唱什么歌 嗯 如果你传给我 我会以为你在想什么 对不对 你要唱什么歌 嗯 对 我其实有很多歌 给人这种误会 我还有首歌叫不说 你边唱什么歌还不说 对 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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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有些歌 确实给人造成这种困扰 你们说他的幽默就在这里 就在这里 对不对 对 我觉得好秀就在这边 你那后天才笑的 对 说的也是啊 我一定要问 你们是怎么认识的 他 他那个 我本来是华纳帮我找他 那个帮我的发布会站台 我们不认识的 不认识 就是站台 对 结果他 诶 对不起 是他 他先 那个 他先找我 帮他站台 对 然后那个时候就是 刚好我还回北京了 没时间 他心想 因为一个新人那么拽 没时间 这是我自己另家的 然后那个 后来那华纳同事就说 那刚好就要请你帮忙 你来帮他站台好了 因为他过两天 台北发布会完就要走了 刚好那天他有空就过来了 就那天认识的 这样听起来 是杨承宁对他有好感 没有 我对他有好感 我对他有好感 所以他第一天来站台以后 你就 你就开始追求了吗 后来就有认识 也没有到直接追 没有到直接 就只认识当时 对 因为刚才聊怎么认识的 对 对 你就不能都聊下去吧 就当场就开始追求 没有没有不可能 没有 那等了多久你才追求 有一段 有一段 有一段吗 对有一段 你在等什么呢 还是要酝酿一下 还是要酝酿一下 你认识他的时候 他认识他了吗 不认识 我们俩还是很早认识的 对啊 不认识了 你们俩很早 以前是我的时候 我有发声级吗 还没发声级吗 你认识他的时候 还没发专辑啊 还没 对 因为他老婆姐姐的老公 是我好朋友 等一下 什么 他老婆姐姐的老公 他老婆姐姐的老公 是你的好朋友 是我最好朋友 小的时候跟我一起 我们在北京组过一个团 他也拿两次进去讲 后来 他拿了那个最佳专辑制作人 拿两次 去年就他 他在荒景十一现在 他的艺名叫荒景十一 老婆姐姐的老公 是荒景 对 对 对 荒景是我从小 我们到现在都最好的朋友 前几天还在我们家喝呢 所以你们是在北京的时候就是好 对 在北京 在北京的时候 我到北京认识的第一批做音乐的朋友 就是他 后来我们俩还在一起组团 二十岁左右吧 组了个乐团 那乐团本来六七个人了 到后来搞的就剩我们两个了 其他人都觉得没钱赚了 慢慢都走了 都走了 对 其实我们两个坚持这样子 差点去街边演了 后来怕被那个城管抓就没 就没在街边演去了 对 好 对 很微妙的一件事 很微妙的感情 然后你的老婆的姐姐 对 所以你老婆跟她的姐姐 都喜欢音乐人哦 差不多吧 对 差不多 对 逻辑是对的 逻辑是对的 双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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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双开 也是音乐人 你那时候跟他交朋友 你有想到他有一天会当歌星吗 会红吗 我觉得会 真的吗 我觉得 你那时候又鼓励他吗 不用鼓励 我完全没有鼓励我 我觉得他会 我觉得 你觉得他会 你觉得他只是 那时候的音乐 没被人家听到而已 只是他想不想了吧 我觉得 会有时间上的问题 看他准备好了没有 因为那时候比较忙 对 因为我那时候13年 其实发完片以后 13年发片 9月发 年底 所有的歌手都发片 我其实还铺在那个 帮别人做专辑 帮别人做专辑 对 所以当时有很多什么电台 电视通告 我都没去 一个都没去 我来不及了 我来不及要加工 那时候你很抢手就对了 没意思 就是工作很繁琐 因为我有时候 自己会做很多工作 编曲啊 吉他 贝斯 都我自己 都自己来 所以我可能要帮人 弄很多东西 其实你想想看 当你在做别人东西的时候 其实也在替自己打底 当然 对不对 其实这个就是 所以非常 真的恭喜你 谢谢 四年的时间 其实不止四年 应该是说 从初中二就开始 从初二开始 真正的初二就开始 真的 这一切都是从初二 不念书开始 哎我没有 鼓励大家不念书 我这样子要说 对对不对 这样子 对对对 像是不念书 聂初也是可以做音乐了 对对对 但是她的确从初二开始 我觉得这个时候 李妈妈您应该放心的 她现在真的 比公家单位真 好一点 您放心 她现在啊 可以买房子 可以娶媳妇了 这是没问题的事情 应该没什么太大的问题 可以养家活口了 对对对对对 好 谢谢你 希望你这张新的专辑也很成功 谢谢 谢谢小燕姐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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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也结婚要请我吗 对对对 谢谢 谢谢 拜拜